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幼年的我一定是劫杂着长辫子的吧!幼年的我一定是穿着小花边裙子,甩着法辫的蝴蝶结子,可爱异常的吧! 听得了这样的预测,总不免有些些凄苦的笑。 我的童年,我的那些幼小年岁的日子,其实是套穿着不合身的背带裤,像个小男生一样。 甚而,发型也是难逝的,如要归类,可算是五分头吧! 那年,我大约五岁。那时,家住新竹市区一条极宽阔的大马路上。 母亲说,好像是南大路,因为旁边临着南门国小。 在新竹教书的阿荣则说,似乎是西大路。 可是,我脑子留存着的印象,怎么会是东大路呢? 反正,那是一栋漂亮的日本房子。 贴后门,住着一个大兵营。前门右转,顺着路走,可以走到荔池。 上坡就是公园,我们一向不买门票。 由一大排七里箱树里底下,钻进公园去,大走大玩。 五岁,实在不懂得什么事理。 游戏,稀玩,晃荡,就是正日的功课了。 但是,对于大人们的谈话,总也有着纯好奇式的好奇。 因之,回忆也掺和着成年人世界中的苦恼。 先说那栋房子。 小孩子对日式房屋没有不喜爱的,因为可以光着脚丫在地上乱走。 累了随处可坐。 和姐姐生气时还可以趴在地板上痛哭。 但那栋房子并不属于我们。 据说,抗战胜利,占据台湾的日本人匆匆撤走归乡时, 由于恐惧与船尾规定,不能像千居一般的去整理。 携带家私、行李,绝大多数人都只来得及收拾些细软。 与妻儿默默离去。 仓促些的甚至连大门也没有上锁。 然后,两年、三年过去,政府由大陆拨迁来台。 众多的军工教眷属一时寻不到住宿之所,便起开了这些尘封的日式房子。 我们的那一栋不知谁是先注入的。 文说,刚进入房舍时,玄关的拖鞋、客厅的坐垫、饭桌上的杯与壶全像是有人住着的模样。 厨房中有碗盘餐具。 隔门内有被褥枕头,真是能让住进来的人精正不已。 房子很大,却并不只我们一家人。 还有罗家、胡家,三家十几口,共处一个屋檐下。 也颇有着患难相共的藤席与协住。 三家的妈妈都处得很好,因着接触的频繁,想来也各自多次的告诫子女。 不可以和别人家的小孩吵架,争执。 自小,我和两个姐姐就不大玩的在一起。 罗家的小玉是我相好时的伴侣。 一旦两人交恶,我便流露出独来独往的本性。 幼年便藏在自己一人的孤单中静静过去。